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杜,香榷厨师的朋友 今天我们学炒菜,如何欢锅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抓锅布 这个抓锅布一般要用厚一点的 我这里是用的两块 这样才抓得老,而且不会勒手 如果用太薄的抓锅布 时间长的这个大拇指这里会打起剪 这个抓锅布我们是把两块叠在一起 然后再叠两下,总共是三层 这个叠多宽呢,大概宽度就是 6到8厘米宽,长度大概就是 20多一点厘米长 这个抓锅布最方便的方式就是 把抓锅布放在炒锅的耳朵里面去 让抓锅布挂在上面 这样可以解放双手 在炒菜的时候,双手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当然一些大酒店的厨师的话 它可能是抓锅布不离手的 把抓锅布挂在锅耳朵上 这也是大多数厨师的惯用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抓锅的方式 是用我们的大拇指 扣住锅的耳朵的角落 下面四个手指 托住锅的边缘 这样就可以把锅提起来 抓锅的话一般用的是手腕的力量 这个力量需要多加练习 才能承受更大的重量 下面我们开始讲换锅的技巧 换锅是由拉、扬、推 三个动作凉贯配合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 从灶火 将锅拉出大约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就是往上扬 使其锅内的食材进行欢转 第三个动作就是推 将锅又推回灶口 为了更能清楚的观察 下面我们来炒一个菜 这样更能理解 请注意看动作 拉、扬、推三个动作 炒菜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动作 菜炒好以后我们需要出锅 那出锅我们常用的方式是 左手将锅抛起 右手勺子从锅底将菜缠起 一般炒混菜重复这样两个动作 锅内的菜就咬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一点 我们一般采用回手掏的形式来完成 这个动作需要多加练习才可以完成 当然出锅的方式还有其他很多种方法 将锅端离灶台 直接将菜咬出 放入盘中 最后我们讲一个 炒一大锅菜的时候 如果用我们最开出 介绍的方法来抓锅的话 这样有点吃力 那我们要怎么抓呢 四个手指抓住锅耳 大拇指压住锅的边缘 这样手腕更有力 这样才能更轻松的翻锅 好了今天翻锅的技巧就讲到这里 如果要不清楚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别忘记